林志颖开的就是这台特斯拉Model X 至少三百万起跳 但它自撞后不仅当场起火 甚至是后仅销脱掉时 居然二度窜出火苗 现场再度灌水扑灭 至少七千颗的电池在做布局 这一旦外壳撞到导致里面接触 就接触点有破损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就会燃烧起火 那燃烧起火之后 它就每一个接点就一直燃烧下去 包含美国消防队也发现 不落火烧车原因为何 电动车只要一失火 就得花上比一般燃油车量 三到四倍的时间跟水量 原因就出在于电动车底盘 架设了离电池 只是林志颖平时专业车手 到底事故怎么发生 特斯拉专家分析可能原因 它可能启动了定速巡航 但是它以为它启动了 自动辅助驾驶 所以它启动了自动巡航 然后它分心做其他事情 没有看到路况 所谓的ACC就是自动跟车 在定速巡航时 会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不用踩油门和刹车 但并没有AP自动辅助系统中的车道置征 透过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原本回转直行 却在11秒后 一路向右偏离车道 最后自撞车头陷入火海 车辆一定会行驶在两条车道之间 那这个影片上面看得出来说 它不只是跨了车道 它还是直冲上这个潮化线 估计是因为那个路面 稍微往右倾斜 因为那时候开始上桥了 毕竟林志颖还拥有赛车手驾照 驾驶技术专业怎么会自撞 还有待警方釐清 好在事故发生当下 林志颖跟儿子及时救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本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